Hello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录 我是Aris朱思宏 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10号 韩国的新任总统尹熙悦正式就任了 这位今年已经61岁的候选人 他在击败了文在寅的接任者李在明之后 以历史上最小的票差只有0.73%胜选了 成为了青瓦台的新主人 而这也成为了俄乌冲突以来 国际政坛最大的爆点 而关于这位新总统的话题 一直可以说就没有断过 但是要说起啊 这个自带流量的体制 总统尹熙悦和自家的媳妇金剑西相比 似乎还要逊色了一些 有很多人都说韩国的这个新总统啊 整体给人的感觉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魔幻 但其实啊 这位韩国第一夫人的各种事迹 也可以说是让人惊掉了下巴 今天就在我们的三三奇闻录里头呢 跟大家一起来深巴一下 这位所谓的最美的第一夫人金剑西 要说起金剑西啊 她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7月份 当时呢 尹熙悦因为时任的总统文在寅的赏识 可以说是连跳三级 破格成为了检察总长 许多媒体就捕捉到了 金剑西在任命仪式上 给丈夫整理西装扣子的 很温馨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之后呢 和尹熙悦相差了12岁的金剑西呢 她因为非常干练的外貌 而且很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历 就得到了很多这个媒体的关注 而且咱们有一说一啊 人家金剑西这外形确实也是挺好的 所以很吸引人 那么就在这之后不久呢 这个金剑西啊 甚至有了自己的粉丝群 叫做这个金剑西后援会 主页呢 显示有9万多粉丝呀 可以说还是非常有流量体制的一个人啊 那金剑西她本人呢 其实也可以说是 还是很有这个能力的 她是毕业于韩国经济大学的美术系 所以呢 她也是从事这个文艺艺术这方面的 那她表示呢 她进入艺术相关领域呢 其实是受到了父亲的熏陶和影响 那她的爸爸要说起来呢 就应该说是在文艺方面是颇有造诣的 因为她的父亲呢 就非常喜欢像古董呀 还有艺术品 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呢 金剑西小小的就可以说 在她父亲的培养之下 耳濡目染 那么长大之后呢 她就在经济大学主修绘画 而且在后来呢 是取得了艺术教育学的博士学位 以及数字内容设计博士学位 之后呢 又在艺术和设计行业 可以说是一路攀升 所以呢 也确实是一个很成功 很有个性的一个现代女性啊 那与此同时 她不光是在文艺方面颇有建树 她似乎呢 也继承了她母亲那方面的 这个特别强大的基因啊 那就是商业头脑 从去年公布的这个总统竞选的这个财务状况来看啊 在大选的时候呢 尹西岳她申报的个人财产呢 是77亿4500万韩元左右 您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尹西岳她自己的吗 其实啊 这其中有68亿9900多万韩元 都是在金剑西 也就是尹西岳她妻子名下的 那么尹西岳她自己呢 也很笑称啊 自己确实是爱妻如命啊 她经常在公开场合呢 也是完全不吝啬地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爱意 那金剑西也说了 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感人的 什么爱情故事呀 浪漫邂逅呀 什么的 结婚的时候呢 尹西岳她只有2000万韩元的存款 大概和人民币也就12万人民币左右吧 那金剑西可以说 哎 家庭的情况很不错 自己的条件又那么好 所以呢 她也完全是很有立场的说下 接下来的这段话 她说 这个尹西岳她没有钱 如果不是我金剑西跟她结婚 估计也没几个姑娘会看上她 没人会跟她结婚 这话说的啊 没想到人后来就成了韩国总统了呀 那这么两个年龄和身份相差悬殊的人 是怎么认识的呢 据说啊 这两个人是在寺庙祈福的时候 经过这个寺院的高僧介绍认识的 哎 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插花啊 也让有些人颇有些诟病 就觉得这俩人是不是有点太迷信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哎 人家俩还真的是一见如故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尹西岳就可以说是特别被这个金剑西吸引了 但是吧 这个男人他就觉得有一点自卑 哎 不管从这个外形上呀 财务上呀 各方面条件啊 他总觉得好像跟金剑西 很难有继续书写故事的可能性 所以呢 就把人金剑西的名片给扔了 可是后来他就后悔了 毕竟他已经动心了 所以呢这尹西岳呢又在后来把自己存下来的这个金剑西的邮箱 哎 找出来了 给人金剑西发了邮件说自己已经对金剑西产生了好感 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 最后还真的就修成正果了 这就是两个人交往从最开始的认识到交往到结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那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呢 很遗憾没有子女 据说呀 这个金剑西其实是怀过一次孕的 但是不幸流产了 那在此之后呢 他们似乎也就再没有做这个相应的这种备孕或者是怀孕的工作了 但是呢 两个人也没闲着 他们就养了四只狗三只猫 那在被问到这个作为丈夫的尹锡悦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 金剑西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尹锡悦平时虽然很忙 但是对于我金剑西来说呢 他真的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那在恋爱的时候 我总是忙着做生意 没有时间好好吃饭 那么尹锡悦就很心疼呀 然后呢 他就总是给金剑西好好的去做饭 而且还承诺过一辈子都会给金剑西好好的做饭 而这个承诺呢 一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也一直在履行着 所以呢 借着这个话头呢 金剑西也赶紧为这个尹锡悦在民众跟前就树立一个良好形象啊 他就觉得 哎 对于我 对于他的这个内人啊 他都能遵守这个小小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相信呢 他也一定能遵守和国民之间的承诺 听起来 我个人觉得哈 有那么一点点牵强 毕竟小小的家庭和整个国家 嗯 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总觉得这个尹锡悦还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一个人啊 那其实要说起来呢 这种有别于韩国传统婚姻的分工 可以说这种良好的外在形象啊 职场的女强人呀 独立女性啊 等等的这么一堆的这种标签 都集中在了金剑西的身上 那么在总统竞选的初期 很多媒体都认为 在进入了青瓦台之后呢 这个金剑西一定会发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正面的作用 树立这种第一夫人的形象 但是 哎 霸特来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是 随着这个大选的白热化 对于金剑西的舆论 竟然开始急转直下了 要说起来啊 尹锡悦所参加的这样一场大选 甚至被称为是韩国史上最没有底线的大选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除了这候选人本人之外 他们各自的配偶呀 子女呀 家庭成员 几乎个个有黑料 其中这最大的这个两个热门的候选人 那就是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民 还有一个就这个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 他们更是双双陷入了妻子带来的负面风险之中 那李在民的夫人是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因为公卡私用 哎 他被指呢 就是非法享受了特殊待遇 也就是把公家的财产占为己用 哎 或者是把一些公共资源占为己用了 那么他在公开道歉了之后呢 没想到又爆出来了一段骂人的录音 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 但是尹锡悦这一边呢 情况并没有简单 甚至要显得更复杂一些 就在尹锡悦刚刚宣布竞选总统的第三天的时候呀 金剑熙的妈妈就因为诈骗被判刑了三年 那么报道说呢 这个金剑熙的母亲因为涉嫌以非医务人员的身份 和三个人合伙建立了医疗基金会 开了疗养院 那么从国民健康保险公司呢 然后呢就骗领了这个疗养保险金 高达22.9亿韩元呀 此外呢 金剑熙和他的妈妈两个人 共同被指涉嫌操控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这个股票的票价 您听了这么多觉得这够劲爆了吗 别着急 我跟您说这大瓜呀 才开始上桌 要说起来我们也看到呢 金剑熙确实这个面容较好啊 甚至呢一度成为这个媒体争相去报道的一件事情 就说哎呀 这个第一夫人长得这么好看 真是有面 但是呢也不乏有一些网友在刻薄的去评论说 昔日的大饼脸竟然神奇的消失了 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出呢 是因为有对比 哎金剑熙呢 他之前的照片也是被大家扒出来的 这一对比呢 还确实是有那么些区别的啊 那对此呢 金剑熙也没有否认 他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确实是曾经动过手术 那他说他做了眼睛 哎要说起来毕竟这整容这事 在韩国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对吧 就跟家常便饭一样的 但是并没有因为他承认了这件事情 好像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呀 或者是讽刺就停下来 因为更多的人觉得 你难道只做了眼睛吗 当然了 这个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不得而知的事情 我们不能乱说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也可以说是给金剑熙 包括尹熙悦 可能都造成了一点点的负面的影响 那甚至呢 还有一个歌手啊 在他的歌当中 就是似乎有点指桑骂槐呀 或者寒沙摄影的 提到一位多次变脸和改名的女士 哎 很多人就觉得 这说的就是金剑熙 那变脸的事咱已经说完了 这改名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啊 这改名是更有深意的 一方面呢 很有可能是他在2008年 改掉了原来的名字 金明信 另外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 这是在暗示呢 他其实身上 还有另外一桩丑闻 就在尹熙悦宣布 竞选总统之后不久呢 一份名为尹熙悦的 X档案的文件 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流传 其中就指出 金剑熙啊 曾经化名为朱莉 在首尔江南的娱乐场所 当女招待 那要说起来 这个可能真的就 不是一个多么光彩的事情了 尤其是对于这个 总统候选人的那人呀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 像我们可想而知 可能对于尹熙悦的这个选举 应该是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 但是吧 这条爆料很快就被尹熙悦 他们夫妇俩公开的否认了 尹熙悦说呢 这简直就是无端的诽谤 对散播这一传闻的人 进行了所谓的强烈的声讨和谴责呀 他说呢 这是政治上的报复 甚至他也当着媒体说 这是完全是因为自己要竞选 从而呢 让金剑熙无端遭受了这么多痛苦 对自己的妻子也是表示非常的心疼 也表示道歉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暂时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是有一些黑料 却是有实锤的 金剑熙自己啊 说白了他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自己身上的料一挖一个准啊 很快就被爆出了经历造假和论文抄袭 他从这个经济大学美术系毕业了之后呢 又读了这个艺术教育硕士啊 设计系的博士 但是哎 有人就发现了 他的论文抄袭的比例竟然高达42% 而且呢 他在被聘任为水源女子大学教授前提交的这个材料当中呢 也发现他在学术的经历上啊 有多达20出的造假 那在最开始他面对记者的时候 似乎对这种情况他也不是很在意 他这么说的 信不信油你就好了 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 他还这么说 他说想让自己的简历看起来更好一点 为了凸显一下自己 如果你觉得这是犯罪的话 那你就觉得是犯罪吧 我们从他的这个言论当中可以看出来 他真的毫不为意啊 也不觉得这是什么事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爆料之后 舆论发酵了 而且呢 毕竟他的丈夫身份特殊呀 所以没办法 他最后还是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来道歉 哎他说呢 婚后丈夫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 都是我的错 丈夫因为我也陷入了难堪 我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的这样一场道歉 似乎并没能堵住悠悠之口 甚至更多的人会觉得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觉得金剑西本人并没有拿出诚意去解释事情的本身 而是说了一些什么流产呀 或者是他和尹西越多不容易呀等等的这种卖惨的事情来博取同情 所以呢 大家并不买账 要说起来呢 这样一个抄袭也好 或者是造假的这个情况 已经足够金剑西可能要头疼一段时间了吧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 还是被一份爆出来的录音 曝光出来的 哈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录 我是爱瑞斯朱思红 我们继续来申巴一下 新进的这个韩国总统尹西越她的媳妇金剑西啊 那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韩国电视台曝光了一份金剑西的通话录音 哎呀 这个通话录音时间长达七个小时 45分钟啊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里头有多少劲爆的内容 那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呢 这份录音中显示金剑西在大选的过程当中 和记者私下联系 并且呢非常明显的尝试实施贿赂 这两个人的通话次数高达52次 在总达七个小时的通话时间当中呢 金剑西表现出了他特别积极的去介入到了 尹西越竞选事务的这种姿态 那他也多次暗示这位记者呀 他说你不要去渲染这个尹西越所在的这个国民力量党的丑闻 甚至他还在电话中就直接这么说啊 他说如果我的丈夫尹西越能够在大选中胜出 那你的好处可是大大的 您能想象吗 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贿赂了对吗 而且他还说呀 你要考虑清楚 他给这个记者说 如果李在明的团队获胜的话 你是绝对捞不到任何好处的 您看看 他把这个权衡利弊啊 给人家都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他还给人家记者承诺说 如果你做的让我满意了的话呢 我会给你 您猜猜是什么数 一个亿韩元的报酬呀 天哪 这份这个通话记录一曝光 那绝对了 那绝对这个社会上 没有人不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那虽然金剑西尝试通过法院 想要阻止这份通话记录来曝光 但是呢 地方法院认为 曝光是合理合法的 那为了挽回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金剑西又开始公开发表声明道歉 他说呀 他自身并不关心丈夫 或者是其他人的大选的情况 他甚至不了解尹熙悦在政治上的工作情况 他没有通过任何的这种手段 想要去干涉尹熙悦 在大选方面的各种工作呀 或者是各种事宜啊 他希望呢 大家可以原谅他的这种不当言论 但是韩国民众在这件事情上 依旧不买账 而且呢 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 是更加的激烈的 首先大家就会很怀疑呀 你金剑西在电话里头 能给记者承诺 一亿含元的报酬 你哪来的钱呢 对吧 那这个问题呢 就让他的这个形象 被大大的画上了一个问号 甚至呢 让尹熙悦的民调 也是急剧的下降呀 而且呢 大家也在说了 那这个尹熙悦和金剑西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的这个气场 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这我们就要说到 其实就在五月份啊 这个尹熙悦就职晚宴上 就上演了一场特别有戏剧性的 这个剧内的一幕啊 这一幕可以说是被韩国媒体 甚至是一些国际上的媒体 也是大肆渲染过的 就在这个就职晚宴上呢 那天晚上啊 尹熙悦呢 就端起了香槟 正准备一饮而尽 您能想象他当天心情肯定是很不错的 但是 妻子金剑西就在旁边 犀利凝视 然后呢 这尹熙悦他就只敢抿了一小口 赶紧就把这个酒杯给放下了 那韩国媒体说白了 这个也是嘴下完全不留得啊 他就说这个金剑西是用激光般的眼神 让丈夫放下酒杯 才把这个眼神移开的 要说起来 这检察官出身的尹熙悦在韩国的政坛 那可是出了名的海量呀 他是以斗酒不辞而闻名的呀 但是呢 这位新晋的第一夫人 就凭一个眼神 就让这个站在韩国权力顶峰的男人 乖乖的放下了酒杯 那其实这也不是尹熙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对妻子察言观色了 在总统就任仪式上 两个人呢 一起还欢送前总统这个朴景慧 那么在看到尹熙悦的这个站位啊 稍微比自己靠前了一点点之后呢 这金剑西就不太乐意了 他就轻轻地拉了一下 这个尹熙悦的衣袖 尹熙悦就赶紧地就乖乖地往后退了一下 这样子呢 两个人就站在同一个平面上了 而且呢 尹熙悦上任也没几天 就开始迟到早退 这也是让很多国民觉得特别愤慨 也特别不理解的事 那除了浑身散发着这种 实际掌权者的气场之外呢 我们也不可否认 这金剑西的外貌 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就在总统的就职典礼结束了之后呢 金剑西就因为自己的一身穿搭啊 就被奉为了时尚女王 还有最强顶流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总统的夫人 可以占据这样子的头衔 感觉搞得跟明星一样啊 甚至呢 前不久呢 就在拜登访韩的时候呢 这拜登要说起来也挺像个 没见过身边的大叔一样啊 反复地夸赞金剑西 长得美 有气质 就有些有心的媒体数了一下 大概啊 前前后后 来来回回地说了可能有三次 但是呢 要说起来所谓的捧杀捧杀 就是捧着捧着 人就开始反感了 这其实呢 也是金剑西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而且 金剑西它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它确实有刻意的自我炒作的行为 所以呢 金剑西的各种行为 又开始触动了网友的神经 要说起这自我炒作的这个事情的起因啊 大概是在5月28号左右吧 这网上呢 就火了一组金剑西和他丈夫的最新的照片 哎 这照片中尹西岳和他的这个老婆金剑西 两个人呢 就坐在这个龙山政府办公大楼的 这个前面的草坪上 两个宠物狗就在草坪上 这个嬉笑撒花 这照片里呢 尹西岳也没有打领带 穿着和金剑西逛街时候买了新鞋 两个人整个的这个气氛啊 气场看起来特别的和谐 哎 甚至呢 穿的这衣服颜色也挺大的 整个 呃 就是穿的这个样式也很搭啊 然后呢 两个人溜完狗了之后呢 就又来到了总统办公室 哎 这些照片看上去好像没啥草点 但是呢 网友就觉得这事咋越琢磨越觉得怪怪的呢 首先啊 有很多的民众就觉得 你你虽说两个人展现一下这个甜蜜恩爱的日常生活 呃 好像也无可厚非吧 但但再怎么说这里是严肃的国家机关 对不对 你遛狗都遛到了办公区 然后呢 还带到了总统办公室里头拍照 就网友就觉得这简直就是迷之操作 然后呢 网友还提出了这组照片背后的特别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谁在拍这些照片 然后发布了这些照片呢 其实呢 按照我们的这种呃 就是概念或者是平时的一种基础的认知也好啊 大多数时候的这种总统的家庭照 几乎都是官方或者是他本人来发布的 对吧 这才是合乎规矩的嘛 但是让韩国网友感到特别担忧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金剑西和这个尹熙悦的这些新的照片 都是哪发的你知道吗 都是这个金剑西的后援会独家发布的 也就是说完全按照他的这个规格级别来说 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 但是他却能去记录韩国总统的生活日常 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别扭 那按道理来说呢 这些照片呢不光是新闻记者呀什么的 都根本都得不到 就连总统办公室的宣传人员都没有得到任何发布的许可 甚至啊民众还发现了好几次 这金剑西的后援会在刊登非公开形成的这种高清的独家照呀 比如说后援会最近发的这个金剑西戴眼镜工作的照片呀 也是任何平台都没有看到过的 金剑西也没有在网上发布过任何相关的照片 就完全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独家都给了自己的这个后援会了 那韩国媒体就很好奇了 这金剑西的后援会 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能拿到这么多的独家 拿到这么多的爆料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那您知道吗 这答案啊 也是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这后援会的真正的掌控者 他就是金剑西本人 这事您可能还稍微有点绕不过来 我给您举个例子 所谓的后援会 比如说有一明星 有其他的他这些粉丝喜欢这明星 对吧 粉丝呢就自发的建这么一个所谓的后援会 来支持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爱豆 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金剑西本人 他掌控着这个后援会 也就是说他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粉丝会 然后来支持他 然后不断的说金剑西好漂亮呀 给他打造各种各样的人设 这个感觉就非常奇怪 就像是明星申请了一个小号 在自己的微博底下留 啊我好喜欢你 就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现在明白 这个让网友觉得特别诡异的 这个点在哪了啊 那这件事呢 让不少人都震惊了呀 这确实是 就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那要说起来呢 金剑西的后援会呢 是自己给自己建立的 这后援会里的人呢 也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虽然这么做 不是不行 但是让人就是觉得很虚伪 然后呢 前段时间嘛 这个不是说金剑西的 这个私服的品位很好呀 然后全网都在拔同款呀 甚至连这个义乌啊 都赶上了这个脚步 都造出很多的 这个金剑西同款 然后呢 这个后援会 每次都是飞速拔出来的 这个准确结果 现在想想啊 就完全就很有可能 是金剑西自己 透露给这后援会的 对此呢 很多的这个反对者就提出 你是总统夫人 说白了 你要当好的是 闲内住的这个角色 对吧 你没有必要完全 这么过分的显示自己 那尹西岳在上任的时候呢 总统办公室的公告声称 金剑西除了必须出席的场合外 会尽量避免个人活动 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他似乎 总是在不遗余力的 在各种场合下去刷他的存在感 那要说起来呢 这自我营销 好像也说白了 无可厚非吧 毕竟人家有这种条件嘛 但是呢 你越高调 你的这个人设越多 说白了 就越容易被人挑到毛病 那之前这个后援会 一直给金剑西树立的 都是平价穿搭呀 省钱呀 这方面的人设啊 结果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 扒出了金剑西 他穿着的 那可不是普通人省钱能省出来的这些奢侈品牌呀 比如5月22号的时候呢 这金剑西呢 参加了一场演出 他穿着一身黄色格子的西装 这套西装那来头可真是不小 他是Dior的VIP客户的定制款 听听 DiorVIP定制款 这件衣服啊 被韩梅称为是有钱也很难买到的呀 因为这种衣服呢 是奢侈品牌给VIP客户推出的 特别单品 而你要想成为这个Dior的VIP客户 每年至少要累积6000万韩元 大概就是32万人民币的消费额才行 我们再看看这办公室遛狗的照片里头 这看似这金剑西不起眼的这帆布鞋 也是Dior的产品 价值呢 143万韩元 大概也在7700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包括之前穿的什么白衬衫呀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出席各种场合穿的衣服啊 据说也是不是贵 就是有钱也卖不到的这种啊 那要说起来人是总统夫人啊 有点这种高级的穿搭啊 也OK 但是主要就是跟他的想要设定的人设太相左了 所以呢 这就又让人开始诟病他的这种种种的行为 那对于这个金夫人啊 对于这个金剑西的饭圈啊 就这种粉丝圈 有专家就认为 我们不能对喜欢某些政客的公民 创建所谓的这种后援会提出意义 但是为了健康的政治文化 我们还是应该避免过度的将政治饭圈化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毕竟政坛和娱乐圈那是两码的事啊 对吧 那就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呢 韩联社也报道说 韩国民调机构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这韩国总统尹熹悦这才上任没几天呀 但是他的好评率已经开始降了 降到了48% 而差评率呢也上升了 上升到了44.2% 那民调显示 尹熹悦的这个施政好评率连续两周下滑 这差评率呢连续两周上升 虽然我们也不敢说 这尹熹悦和金剑熹 他们的这种种种的互动啊 或者说是这个尹熹悦 他现在的这种好评率下滑 真的是跟这个金剑熹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正相关啊 但是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吧 就是夫妻本是同龄鸟 他们的这种互相的作用肯定是有的 而且关于金剑熹的黑料这么多 怎么都很可能会影响到尹熹悦的风平 是不是 所以啊 其实在尹熹悦刚刚上任没多久的时候 他不是上任第一件事 就把这个总统府从青瓦台搬出来了吗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青瓦台所谓的风水不好 历任总统的这个下场都不太好 那我们也希望他通过此举 就真的好好的珍惜自己在位的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这个能力也好呀 或者这个处事的风格也好 都好好的珍惜 其实呢 还是那句话 最大的风水还是人品 还是人的所作所为 好的 今天的三三奇闻录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